我们今天要讲就是说各地的工艺小组 如果要赚钱 我最近了解还有搞刺青的啊 还有搞这个充电桩的 反正那如果赚钱呢 就是我的建议啊 我的建议 这个我不是以行业来算的 我们的原则就是要 我来列举几个 一个就是食品运输加工 当然还包括销售 食品运输加工销售 第二个是 一般的运输了运输啊运输 运输 运输业 一般的运输业以及围绕它的修理 就城市当中实业了城市当中的城市内外运输修理 就车跟车有关的第三个通讯啊 通讯信道 那么这个一般是电信的分包商 电信分包商 那么通讯当然包括它的器材 中端机啊 那么手机 物联网 物联网卡 物联网 那么这两个叠加的部分 其实我们就能看到啊 二和三叠加的部分就是快递 就是物联网 一和三 一和二叠加的部分就是外卖 啊就是外卖 啊了解吗 然后这个 这个 哦不对 一和二叠加部分就是外卖 就是外卖 那么这个一和三叠加的部分 你就看到就相当于通讯内容 信息 一个必备信息 它如同食物一样 那精神粮食 精神粮食实际上是娱乐产业 娱乐 或者说媒体 媒体行业 那我们的建议就是说啊 我的建议啊 我的建议 就是说 你要 你要 能够一直有 这个东西是最后输出 最后输出 是输出这个东西 最后输出啊 输出的话 就是 啊输出的是声音 最后输出声音 啊有通讯信息 信道保证着 然后你这些人还有饭吃 其实说我们的 我们最后最后要求就是说 就是这三个其实都要有 你知道吗 就是力量投射 首先一个 首先一个就是精神力量投射 一三要有 通讯有信道 其次你人有饭吃 啊 人有饭吃 你的这个 你里面成员有饭吃 掌握一定的食品运输加工销售的一个环节 你有饭吃 那你就能输出声音 那你如果说要现实的投送力量的话呢 就是要 123啊 要要主要是 主要是这个23啊 或者13啊 反正这个三个环节都是必备的 那我们会看到这里面的特点啊 这里面特点 就主要是这个行业啊 主要是这些行业啊 主要是要做这 然后目前我还没有能力做的就是第二个行业 那么 当然我们结合的人是快递 快递员快递骑手 那么说我这样快递骑手帮我去做这些事情 帮我去投送食品 外卖啊 外卖员啊 外卖骑手 帮我去投送食品给 这个当然我现在还没做啊 我现在还没做啊 给这个更更困难的人 那么各地公益小组呢 就是说 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说 要么食品加工或者餐饮 做餐饮 食品加工 啊 啊 要么就是说和内燃机结合做运输 或者说和电电车啊 反正就是说 电瓶车啊 反正跟车结合 做运输 或者就做通讯 做这个 变性的那个物联网的分包商 啊 或者说就是那种 这个行业我不是很了解啊 你们可以去了解一下 那个反正就是说 简单来说 你快递坏了 宽带坏了 修宽带那些人 他平时做那些事 啊 推销个套餐啊 这个帮你去修一个这个 这个通讯网络上的一个节点啊 帮你修路由器啊 或者说帮你修楼下的这个交换机啊 啊 荣光鲜的 这三个行业是很重要啊 就是 它是你赚着钱 但是同时又 又和生产资料 而且是节点性的生产资料 而且是公共节点性的生产资料 公共节点性的生产资料相结合 结合了 啊 结合起来了 比如在这个以上讲 啊 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帮你 因为这些都是 这这三个行业 它都是 它就普遍性 它是血管渗透到一切的 它这个血管 它这个脉络 脉络是 发分发到一切的 分散到一切的 分散到一切的啊 分散到一切的 你大概有个靠边 搭边的就行了啊 大概有个搭边的就可以了 比如说 我举个意思 你要做文创 你举个例子 你要做文创 可以 但是请你跟这 这些东西结合 any of it 那么文创最好结合的实际上是第三个 就你这个文创产品里面 加一点点 电子配件 加一点点被电子配件 文创加电子配件 就比如说你这个文创有自动录音 你比如说你做了个项链 这个项链带自动录音 什么碰它三下 它自动激活 然后录音的话 它不仅仅保存在本地 还能立刻上传到一个云端 那么这个东西它有它的作用 it's useful 它有它的用处 那不要用 用于违法用途啊 这样的文创产品 你又不说是个录音笔 哎 不是不是 这种匿名道路算不算违法 我就不知道 你如果说的东西 私下密谋说的东西 我靠 不要说 这个我告诉你们 做这个产品 最后害的是我自己啊 不至于啊 不至于 我要不要买一个什么 什么金属探测器 不至于 不至于啊 所以我跟你们讲 就是说 我希望你们各地工艺小组啊 那个 这个同样的啊 同样的道理 这个 如果你是做 刺青的 啊 你是做刺青的 就是 你不是 有一个什么 春笋 那个头儿 刺青店 没钱了 它是个纯文创的 小资产积 但是我要讲的 就是说 把这个东西能够进一步啊 进一步 就是 刺青plus 什么意思呢 你要和这三个 比较实的东西 结合到一起去 比较实的东西 结合到一起去 那刺青 你相当于有艺术能力吧 有艺术能力 啊 有艺术能力 有有场地 有仪器 或者说 你反正有艺术的 你艺术能力 和这个食品加工 销售 结合到一起去 我举个例子 你就可以 呃 培养一些志愿者 或者说一些人 帮人家做什么 外卖的包装啊 什么什么 当然人家会淘宝上一篮子搞定 那你就去帮帮一些路边小贪小贩或者怎么样的把它改造什么的 类似的我举个例子啊 但是我想的更多的这个刺青 你有机器设备对不对 你有机器设备 这个刺青往往有合法机器 一个合法机器就是去刺青的一个机器 去刺青的一个机器 这个东西是个合法机器 这个去刺青的这个机器呢 实际上 但是这个我们不说是 治疗 它不是医疗 它里头是个美容 它美容可以去疤 应该应该是也可以去去一些小的疤痕的吧 啊 就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点阵激光 打打打打打 点阵激光这个东西 你就 你就可以买个机器说你 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限制啊 这个如果违法的话就不要做 我这里只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总是吧 那你有这个点阵激光机了 你就可以 就是你要扩大你的受众啊 啊 你要扩大你的受众 你就在开刺青店 你要扩大你的受众 然后那个丰富你的功能 啊 丰富你的功能 哪里说 那顶多你就是 你这个刺青店顶多变得可以去疤 可以帮别人去疤 那么这个东西 不是没有意义的 你知道吗 不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这个刺青不刺青 它其实和这个招工是有关系的 啊 招工是有关系的 你刺青店开那边 其实有一笔 有一笔 应该是专门是帮人去刺青 也是赚钱的 因为啊 这个 那你就可以 通过帮一些工友 免费去刺青 等等等等这种类似的这种方式 你也可以形成一个网络 那这个说 这跟这个运输 业 这个通讯业 这有什么关系呢 好像是跟这个三个行业 没有特别大的关系啊 没有特别大的关系 但是我依然希望你们 搞这个 就是说 你刺青店里面可以放设备啊 可以放设备 你刺青店门口就可以同时修手机 我举个例子啊 同时修手机 能够坐在那边 搞刺青 搞一整天的人 应该是那个耐心是特别好的 耐心特别好 然后对于什么电啊 什么这种东西 对于那个东西的精确操控啊 它也是比较擅长的 那你就可以去学一学修手机啊 卫斯的 学一学掌握通讯器材 因为这个刺青没有用的 你知道吗 实际求是这样 它到那个 不说到什么 反正就它没有用 你知道吗 它不能说是像那个 它没有普遍性 你知道吗 简单来讲 它没有普遍性啊 这个三个东西 是个人 它都需要 是个人 它都需要 你这个刺青不是不是是个人都需要 然后你搞文创 其实我也说的 就是说 搞文创赚钱 那东西不是 不具有普遍性 不具有普遍性 所以我最后的建议就是说 我希望你们的建议 你们做工艺小组的 自己赚钱的那行业能具有一定的 就是说 我这个仅是服务业啊 你如果你搞服务业 你如果你搞实业的话 我没法说 然后你说你一直在厂里面 那那我根本没法说 你在厂里面12个小时干活了 你哪有时间做做运动吧 我就说你在 在游离在外做服务业 那我的建议就是这些行业 掌握内燃机 掌握食品销售的渠道环节 加工生产运输的这个 但是不包括农业 不包括农业 我们不相信那个什么 不包括什么生态农业 这个东西更不包括了 不包括 这个就是说 就是这个特别是卖高价的 那个生态农业 这个东西我们更不包括了 因为这个东西没有用的 这个是 这个是不灵活的 不灵活 然后 没用的 了解吗 他没有用的 他就是 他实际上是文创 你明白吗 他实际上是文创 他实际上是文创 然后他也 也不是一个和这个城市里面的 广大的各个环节上的 无产阶级打交道的一个活动 而且他很容易出现这个销路的控制者 渠道的控制者 符号性的溢价的控制者的资产阶级化 小赞阶级化 然后就成为谁谁谁的坐上宾了 某某大教授的坐上宾了 变成这种活色了 不包括这个 这个我不包括 你也就是说 这个需要和能和比较多的人打交道 比较多的人打交道 你的那个行业能和比较多的人打交道 而这些人最好都是无产阶级 能和比较多的无产阶级打交道 日常的能够和他们打交道 然后你那个公益活动 就不像是宋爱新的 而是说一个酬兵啊 类似的 你的公益活动就有点像酬兵活动 促销酬兵的啊 这种感觉啊 了解吧 比如说你是开一个手机店啊 帮别人这个什么啊 什么说推销推销套餐啊 或者说搞搞物联卡 物联网卡这种东西 当然这个是违法的嘛 当然我们的我 哎呦我靠 我如果你请你合法的去做这些事啊 不要搞违法的 你物联网里面流量用不掉了 那个是违法的啊 那个啊 比如人家监控探头上面 那个上面那个物联网卡 我靠他怎么怎么样啊 然后留下来 然后变成那个什么几个穷屌丝 他那边玩王者荣耀的刷抖音的流量 我是举这么个例子啊 我希望你们啊 那么另外一个家伙 做搞那个电车 电动车 电车啊 电车充电桩 租充电车充电桩 就扎了充电桩 然后收那个什么 那个充电费的 那么搞这一套的那个 那群人啊 那我的建议就是说 你这个电车充电桩 赚到的钱 就是 呃我希望你们 能够 技术精英 也不仅是这个 而且还能够 修这个充电桩 啊还能够修这个充电桩 然后这个是肯定是和这个滴滴车司机啊 是会打交道的啊 和这个滴滴车司机会会产生关联的 然后会比如说 呃就是便携式的充电枪啊 或者说呃充电电缆啊 或者说那个变压器啊 这些器材啊 可以来经销可以来用 他就是运输业的修理 或者说是气配啊啊 这方面的 但是这个小规模 你不会有自己电 那你如果运行的好的 长得大的你就有自己电了 对不对 啊 你就有自己电了 那你这个电就可以转化成 滴滴车司机之游啊 然后这个转化成滴滴车司机之游 那你搞工艺呢 星期六起 那么是一种蛋 哎 这个不就是跑起来的吗 那么就 那你就可以 你们自己就可以有技术探索 这个充电桩 怎么因地制宜啊 啊 怎么那些大厂的那些东西 都是各种型号的 那你怎么来 在安全合法的前提之下 让他这个东西能够更适用啊 对不对 啊 类似的 啊 这个电车 这个事 其实这个东西 其实挺 啊 挺挺需要研究的啊 挺需要研究的啊 当然我 我现在不是搞这个行业 我现在是开的妈的 开是快 开面电的啊 开面电的 但是我们将来要做的东西 这些 呃 我不可能什么都做 我给的 我给的建议就是说 我希望各地的工艺小组里面的成年人 如果要赚钱的话 就是说 要贴向一个服务业 对 那么这些东西都是比较草根的啊 因为这些都是苦活累活 这个都是劳力密集型 其实都是劳力密集型啊 劳动力密集型 劳力密集型的啊 而且我不说有灰色地带吧 至少他说他就是说 不是那么严格的暗张办事 否则所有的什么啊 这个小餐厅都要什么搞卫生 搞消防 那妈的就开不下去了 对不对 他不是那么那么严格的照张办事的 但是我希望大家尽可量尽可量的合法 正规啊 劳动力密集型 所以那些二代啊 那些就是说那些什么周公子这些货色 他懂了 他不会跟你抢饭吃啊 在这些劳动力比较密集的这些行业里面 然后他不是虚头八脑的 可以克服小自然阶级性 这些行业不要搞得虚头八脑的 他可以克服小自然阶级的那种 就是 错大 穷错大那种错大气 酸酸酸酸腐虏气 可以克服掉 但是要避免就是说 避免这些你 啊 你就是说这里面要讲究一个 讲究一个技术通用 技术普遍化 技术通用 然后这些都是平时就要生产的是有序性 生产是有序性 生产是物质流动的过程当中的有序性 了解吗 你就能维持个通讯网络 能维持一个电车的这个充电啊 亏电了 怎么去救电池啊 或者说那边断电了 赶紧去道路救援啊 能够恢复这个事物运行的常态有序性 但是这个物质物质生产消费啊 环节的常态有序性 就是说能够让这个相当于这个熄火的马达再转起来 这些行业当中 你不要钻金某一个点 不要钻钻某一个点 比如说你说我搞通讯器材维修 最后我只会修一款手机 苹果手机只会给它换个屏幕 我不希望你们发展成这种东西 懂得吗 第三个这样你们去举例叫你去修手机 我不希望你们最后变成就是给苹果手机换屏幕的 或者说给给什么什么什么换换换换换内存的 这是你一个赚钱的项目有可能 但是我不希望你们专精这个东西 我希望你们能够有能力就是在那个他一个普遍性的网络啊 如果出了问题的时候你能够比较通用的比较多种困难你都能够去解决的 但是至少有个初步能让他能够他可能本来是千兆你让他能百兆接起来 本来是百兆能够让他十兆接起来 能够像那个样子能能用就行了 这种能力你们要保持着 就相当于你这个食品运输加工销售 你是这个环节里面的 我就希望你们就是到时候 如果大家都没犯事 你能够给大家发个馒头 大家都有馒头吃 你能给大家发个鸡腿 大家都有鸡腿吃 你能够大家发一碗好吃的牛肉面 就他能够他能够你把某种兜底性在在下就是了解吗 他能够就是说让他转的稍微好一点啊 让他转的稍微好一点 明白吗 或者说大家都没有牛肉面吃的时候 你有个鸡腿给他吃 大家都没有鸡腿吃的时候 你有个馒头给他吃 大家都没有馒头吃的时候 你有个主意让大家去找到东西吃 这么个意思 平时就是一般的按照市价经营就行了 平时经营按照一般市价经营即可 一般市价经营 然后由于你自己没有那个小蛋的幻想 不准备上升 不准备搞那种剩余 一般市价经营 那么你的经营活动呢 还会有把你的主要剩余 主要剩余一部分用来扩大规模 用来扩大规模 就是个人享受 个人资本积累这个东西去他妈的了 一部分用来扩大规模 另一部分用来做公益 那么这个公益实际上是扩大你的这个 人员影响的规模 就是扩大你的这个口碑 市场口碑 消费者就会跟你称雄道地 这么个意思 就这三个行业是顶顶关键顶重要的 物质的运动 人员的运动 人员或者和和设备的运动 这个第一个运动就是能量的运动 第三能量的运动 物质的运动 信息的运动 能量的运动 物质运动 信息的运动 他们都是要维持物质运动系统的一个常态有序性 加入这样的行业 这样行业是劳动力密集性的 那些副歌有权有舍的二代那些人 他啊 他们吃不了这个苦啊 但是我们可以吃得了这个苦 那么我希望各地的 你哪怕你是搞文创 你就必须文创加上刚刚讲的那些东西 对吧 你哪怕 我符合这个标策 我卖苏打水 我操好好好好 好歹是个饮料 啊 我也汤透了这些环节 后面也卖完了 也不准备再卖了啊 那个 懂了吧 了解吗 你如果是搞搞搞什么 比如说类似的 以某一个虚头半老的搞艺术的 我希望你这个艺术能够加上通讯设备 懂了吗 啊 你搞这个什么意识形态认同的 我希望你这个意识形态认同 能够加上一个 比如说就是 呃 交通运输 了解吗 你是搞个车队的 你搞个车队 你把你车队搞 啊又不能搞啊 兄弟啊 我操这个就不能搞了 那个按几声喇叭的那些人全没了啊 我就就就告诉你这个意思吧 啊 就说 啊 这个 一个就是能量 能量网络 能量的一个运动 食物了 能量运动 你如果你能搞到燃料能源 那你妈的那个得那个得有有背景的才行 普通人只能顶多是食物的运能量的运动 还有一个是物质的运动 物质的运输了实际上是机械运动了 物质的运动 第三个就是信息的运动 原则上就是说你搞出来的产品 不要虚拖办法 要实的 要和这个统称这个东西统称叫物质运动 这个这个空间的位移 空间运动了 统称这一段叫物质运动 这个通讯啊 这个是交通运输啊 物流啊 这个是食品 了解吗 你如果要搞文创 一定要和他们结合起来 公益小组要和这个东西结合起来 这个是我的经验 我的经验 那我经验总结在此 好吧 那就讲到这边啊